會議的氣氛是積極和正面的 就兩地通關有序恢復的商議 是取得良好的進展 內地的專家認為 香港採取了一系列強化的措施 創造了通關有利的環境 認為香港已經基本上具備通關的條件 雙方同意按程序提交報告 就措施和落實的計劃細節 提交不同的內容 之後按需要再交流意見 以儘快推進有序恢復通關的目標 為共同的一個目的 特區政府現在是進入 全面落實準備有序通關的階段 包括推出香港的健康碼 口岸的流程方案 人手配置 兩地合作機制 和協助排查風險人士的機制等等 雙方同意成立專班 重點研究 第一 香港健康碼 和內地健康碼的對接 轉碼和運用的問題 第二 研究口岸的管理 雙方的合作 聯防聯控的機制 確保有序 暢信和有效的風險管理 我們現在初步的構思 香港健康碼會配合 我們的安心出行一起用 當然實際來講 香港健康碼一定是一個實名制 我知道大家都熱切期望通關 所以在坊間有不同的期盼 提出不同的日子 但我都要希望大家明白 是有個過程的 所以實際時間 我們是要等到有這個決定的時候 才可以向大家公佈 請問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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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